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喝完酒之后闹洞房的事 都说人生有四大喜 酒汉逢甘露 他乡欲固知 金榜提名诗 最后一个洞房花竹叶 这结婚本来是件大喜事 但是有时候人一高兴起来就容易昏了头 就有这么一些婚礼 闹洞房闹到伴娘身上去了 没把握好这尺度 把好端端的一程喜事给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的记者拿到了一段网上被疯狂转载的视频 给街坊市民观看 受访的市民为何会露出如此表情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视频中一名参加婚姻的男子 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手伸进一名伴娘的衣服内 并在这名伴娘的胸前摸了很久 根据男子的言语 他似乎是在女子的胸部寻找一颗油炸花生 但是因为花生油太多很滑 所以迟迟拿不出来 该男子的手从女孩的左胸移到了右胸 被人公然吸胸的伴娘从起初的勉强微笑 但之后脸色越变越难看 到最后将男子的手从衣服里拉了出来 但周边宾客从始至终无人劝阻 而是在一旁起哄调侃 有网友就提出 这段视频应该发生在海南 对于这段视频 市民们有怎样的看法呢 不能说借着这个氛围 我们就是无理取道吗 还是说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度 玩是可以玩 可是不能玩得太过分 然后他们那种 就是随便摸的那种行为 就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作为起哄的人 反正看着闹不怕适当 他们都是这样子 作为伴娘来讲 大多数都是未婚的吧 我相信未婚的90%以上的人 都不能接受这种行为 反正说我就不接受 我会回一巴掌给她 这婚礼本来是件喜庆的事 可是对伴娘做出如此不雅的行为 那么以后谁还敢当伴娘呢 那么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了山东泰安 一个16岁的伴娘 在婚礼上 被几个小伙子强行扒光了衣服 那么这样的婚礼 以后谁还敢参加呢 很多人 什么样的人 24我 都是厌年轻的 当我压床上 然后手都伸进我衣服里面 就开始乱摸 然后还有人伸我裤子里面 整个就把我衣服都扒了 从那里 然后后来我就哭了 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谁 他说一句 不就是摸了底下吗 哭什么 知道呢 我觉得那些伴郎的行为 有点太过分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漏袭 我觉得那伴郎 是有点过分的 对伴娘下这么重手 对 而且造成人家这么大的心理 引引人家以后还怎么结婚 对吧 没有更精彩的视频 想看吗 微信搜索 啪啪50678 关注东北斜电子 性感女主播 逗逼和二货 每天给你超精彩的视频 赶快拿出微信搜索 啪啪50678 关注我 我在这里等你哦 妈妈的 对 对